于釐清本案事实后,认定林志坚均就本案硕士学位论文之写作确实存在抄袭情势且情结重大,并建议依法撤销林志坚均硕士学位。 在此向大家说明林志坚均违反学术伦理案件的处理情形。 本校于今年7月7日及7月8日分别接获校外人士具名检举信函及教育部来函以查本校毕业生林志坚均之硕士论文涉抄袭及违反学术伦理情势。 本校随即依规定成立学位著作抄许审议委员会调查处理本案。 本案审议委员会在审议过程中,除给予被检举人及其他关系人充分提出书面说明及相关佐证资料之时间及机会外, 并邀请被检举人及关系人出席会议,进行口头说明及答询。 审议委员会基于被检举人及关系人所提出之书面说明、资料、现场说明及答询内容, 于厘清本案事实后,认定林志坚均就本案硕士学位论文之写作, 确实存在抄袭情势且情节重大,并建议依法撤销林志坚均硕士学位。 本校于8月22日收到审议委员会之调查报告后,尊重审议委员会之调查结果, 并依据本校处理要点第12点规定,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并公告注销其学位证书。 本校于8月22日收到审议委员会之调查报告后,